Hello,大家好,我是Melody。 我从小在战山经社儿童学府班学习长大的。 我非常喜欢战山,战山就像我的家。 现在战山经社恢复开放了, 我求着让妈妈带我来战山经社上香礼佛。 目前战山经社对外开放, 需要通过战山网上预约方能进入。 详情可以上网查询,入寺通告。 闭役关门期间, 战山经社重新装修了室外的建筑, 焕然一新。 为了大众的安全问题, 战山经社规划了一条通行线路。 让我们跟随小Melody的脚步, 一起来到战山经社吧。 根据寺院的规定, 进入战山后, 要听从义工的指挥, 将车辆停放在地面或地下停车场。 入寺者需自行佩戴口罩、 手套等防护用品。 Melody带了供佛的供品和水果, 放入了准备好的消毒容器中, 由寺院法师们统一安排供奉诸佛菩萨。 进入战山的第一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首先要做的是到大殿前广场进行例行安全检查, 写底消毒、登记、填写问卷书、测量体温。 这也是进入各个殿堂的唯一入口。 大雄宝殿是从正门进入的。 大雄宝殿内供奉的是三世佛, 正中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主管中央俗泊世界。 左边供奉阿弥陀佛, 主管西方极乐世界。 右边供奉药师佛, 主管东方净流离世界。 整个战山经社其实也是一座卧佛的布局。 大雄宝殿就是卧佛的心脏。 围绕在大殿四周的四大殿堂是卧佛的四肢, 一进入大山门的左边是卧佛的头。 这座殿堂称为华岩阁, 其实际功能是图书馆。 众所周知, 卧佛要有头、有身体、有脚。 所以在战山的布局中, 卧佛的两只脚就是在观音殿后面的两个祖师亭, 其中供奉着六祖慧能大师和谭虚大师的圣像。 从大雄宝殿转下楼, 可去往法务流通处、 蝉茶中心、 五台山推广组及洗手间。 法务流通处, 事工相克请佛像、 法器和开光消灾物品的服务处, 通常都备受欢迎。 去蝉茶中心, 可以请乡做许愿的祈福牌等。 这里也是战山在副一层的信息中心, 为大众指引所需的服务。 Melody还一直记得2019年的10月5号, 加拿大五台山的开光大典, 她感到特别的开心, 因为她的师父达义大和尚, 秉承师志, 帅众能够在北美建如此辉煌的 唐代大雄宝殿, 让她未来的一生都可以受益。 所以她特别到五台山筹款组, 捐赠功德善款。 从负一层出来, 就是战山的肃心阁。 在这里, 不仅可以请到战山自制的佛茶, 还能见到由信空长老莫宝制成的 茶壶, 杯子等等茶具。 饮茶, 食素, 使用摘育者, 智慧而巧, 有可清新润肺, 感觉身体轻松舒服, 心情愉快清朗, 有益健康, 同时可以带来清静的素心。 特别是饮用佛茶, 使用摘育者, 可以排毒, 消炎, 拥有健康, 安定自己的心神, 欲世不惊慌, 坦然处之, 少欲望, 净化心境, 让人生更透彻, 更清晰, 更智慧。 在素心阁也可以请到战山开山宗长近百岁高龄的信空长老的念珠和他收藏加持过的物品, 其所有收入都将用于家国五台山的建设。 战山自制的沉香更是素心阁的招牌, 因为疫情期间, 素心阁暂时不对外开放喝茶, 吃素斋等服务。 在素心阁的旁边就是文书殿。 这里是供奉文书菩萨的殿堂。 目前的战山文书殿主要用作家国五台山的建筑模型展示和文书施力菩萨的供奉。 普贤殿奉的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被称为大行普贤王菩萨, 是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 象征着理德行德, 与象征着智德正德的文书菩萨相对应, 同为释迦牟尼佛的左右邪式。 从普贤殿出门前往地藏殿, 按照地上标识排队从入口进入和出口离开。 地藏殿里供奉着地藏菩萨和很多信众亲人的往生联位。 地藏菩萨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 也常称幽名教主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曾发愿,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占生精舍为了大家的健康, 在到处都放了这样子的感应无触碰洗手液供大家使用。 大家可在大殿前广场敲钟祈福, 礼拜弥勒佛。 在世外的观音亭, 也是香火醉旺的地方, 里面供奉着准提菩萨和颂子观音, 以及杨柳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无论在大乘佛教还是在民间信仰中,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观音亭中供奉的中国五台山捐赠的护法神五爷, 更是受到做生意人们的崇拜。 大众都感觉礼拜五爷之后, 可以所求皆应。 观音亭前的洗心池, 诚心礼拜可以洗去人们心灵的污泥浊水, 破除大众心理的思维障碍, 得到自在安宁。 绕过观音亭, 可去往室内的观音殿, 进入观音殿, 需从左楼梯上, 从右楼梯下。 观音殿供奉着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称为大悲观世音菩萨, 以大悲愿力, 不仅于各处旧度, 普现色深, 而且最能适应不同众生的要求。 所以民间, 有家家观世音, 互互阿弥陀的说法。 家山景色变化好大呀, 双祖亭滴水观音在闭关期间进行了改造, 还添加了好几个景观花园和禅修台,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六祖惠能大师的宝像, 供奉在六祖说法台。 六祖惠能大师为禅宗的发展, 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于后来各派禅师建立门庭影响极大。 滴水观音也称为洒水观音, 以甘露清凉净水洒向求助他的世人。 滴水观音可以护佑天下人人幸福, 生活安定。 沿着十八罗汉庭向前, 便是新修建的禅修台。 禅修,印度语的意思是心灵的培育, 就是把心灵中的良好状态培育出来。 到湛山禅修台禅修, 可以逐渐让心灵净化得解脱自在。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图苦, 这是佛教报恩思想的标志。 在天台报恩缘的许愿亭里与佛结缘, 让这种美好善良的愿望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 谭虚大师是青岛湛山寺的创始人, 自称湛山老人。 他一生致力于红传和复兴天台宗, 对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走了这么久, Melody似乎有些疲劳, 为此他们来到自在园和忘忧园赏花小气。 坐在庭院中, 看到盛开的鲜花, 感觉分外宁静。 在这里, 似乎可以领略到战山经社的开山宗长、 信空长老和住持达义大和尚, 以佛教的慈悲、 智慧、 豁达和从容的心态, 引导大众去体悟谭虚大师的 看破、放下、 自在地解脱境界。 同时深深领悟到, 佛法不离世间法的不二法门。 在修行中, 不忘见似安僧, 离苦得乐, 让多伦多的民众 有一个清静庄严的心灵之家。 最后, Melody和妈妈一起 前往大殿前广场的出口, 离开战山经社。 此时可以看到她的喜悦和感恩, 带着诸佛婆子的加持和祝福回家。 有情提示, 目前关闭的殿堂, 包括华言阁、 图书馆、 地藏殿二楼、 五官堂。 敬请关注战山经社的网站及微信公众号, 了解及时信息。